作为中国出口市场风向标的第133届中国净出口商品交易会 俗称广交会在广州举行 这是中国取消清零措施后 三年来广交会首次恢复线下活动 虽然官媒高调宣称本届广交会人气十足 可是中国出口商反应订单要比去年大幅度的减少 中国海关总署贸易统计数字显示 今年三月中国出口额意外超预期增长 可是分析指出这反映了出口商完成去年疫情拖累和积压的订单 不是经济恢复活力 那中国出口反弹能不能持续 在定源政治风险的影响下 中国能不能获得国际出口市场的信任 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先生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 主持人郑旭光先生 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彦博士 那这个中国官媒报道 广交会人气十足 可是出口上反映交易额是减少了 首先李恒青先生 您对中国今年出口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应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想保持过去的中国出口所谓三驾马车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 整个全球的经济 现在是一个相对盘整期 从这个做股票来说是一个盘整期 实际上打泡沫的过程 然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整 尤其是现在西方国家主要的经济体 现在通货膨胀都相对比较高 美国最近刚才有比较大的回落 但是其他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购买力现在都是下降了 所以在过去像我们这儿都可以看到的 很多人买菜 说最后买完菜了以后吃一半扔一半 现在大家就谨慎了 就是要吃70%到80% 可能最后扔20%左右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的 在国际贸易上 所以这次的广交会 现在爆出来的全都是这个所谓正能量 今天我还在看这个新闻联播 其中就是提到这个广交会 说现在是创了多少个历史新高 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 这个创了很多的历史新高 但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外头的一些 其他的外境外的消息都说 这个实际上订单的并没有多 而且最近中国政府是下了大力气 在不断的在催 催高这个境外的这个订单 出口的订单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1月2月的出口额下降的非常多 而且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 比如说这个大量的空的集装箱 堆积在这个中国各大港口 这个现象是压力是非常的大 所以跟他所配套的很多的产业 都就停滞或者是倒退 尤其是像现在出口为主的这些省份 像浙江 江苏 广东 福建 他们的这个销售呢 现在呢都是受阻 所以前一段时间 政府专门出资组团 到西方国家 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一带一路国家去做这个游说 然后呢那个时候用的这个词 叫什么叫抢订单 要去抢订单救经济 所以现在中国呀 应该说在过去几年 过去这个二三十年的 这个出口高峰的时候啊 中国那时候主要的出口呢 像比如说纺织品啊 服装鞋帽 小五金啊 家用电器啊 然后到后来这十年 以这个装备制造业 像汽车呀 包括造船业呀 这些甚至还有一些高端的 这个制造业 比如像5G啊 新能源啊 无人机啊 这些这些产品的出口 但是目前来说 随着产业链的变化 产业链的变化 技术上的限制 这些这个出口的地方呢 都开始了变化 地缘政治的问题 应该说各个方面的变化 对中国的出口都是有压力的 所以我对中国今年的 出口的状态不乐观 那郑旭光先生 中国这个海关总署 上个星期发布了 2023年3月贸易统计显示 以美元计 今年3月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将近15% 这是6个月来首次转为增长 进口额同比下降了1.4% 降幅呢是收窄了 有分析说 这反映出口商完成去年 疫情拖累和积压的订单 不是经济重现活力了 那同时呢 这个海关总署的数据 也显示今年3月的主要出口增长 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东盟 而这些传统上 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比如说欧盟 美国和日本是全面的萎缩了 那你认为在这个政治 地缘政治的风险下 欧美日是否会进一步和中国经济脱钩 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出口前景 非常不乐观 我担心今年下半年就可能出现塌陷 从哪看呢 就是从这个出口的增长 您看的那个 您刚才显示的那个3月份的数字 3月份的数字呢 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对东盟的出口 3月份增加了35%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概念 非常恐怖的概念 就意味着呢 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 正在迅速的向东盟转移 那么这个增加量呢 应该是中国的一些厂商 他们已经把这个总装挪到了东盟 那么还有一些配套的供应链上的这种零部件 还在中国生产 所以这个量是巨增 那么就是为了躲避美国的关税 这个加大了产业转移的这个速度 我们知道中低端呢 是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 劳动密集型的 它正在往东盟加速转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呢 中国能从俄罗斯获取的就是这个原材料 像石油天然气等 但是中国是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所谓世界工厂 需要大量的这个资源的 但是如果这个订单没有了 那么你如果说从俄罗斯拿 不需要那么多原油 而且中国还要均衡 它还要避免风险 要从什么中亚 从其他国 西亚其他国家来进口 这个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出口 长期来讲也并不看好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进口这个进口可能预示着 未来的大幅度萎缩 你像从台湾的进口 这个依据度是降了26%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日本也是 韩国也是首先 韩国对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这也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芯片管制 所以中国的出口的主要成部分 是基电产品 那么如果说这个芯片管制 半导体管制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中国它生产不了这些东西 那这个这些自然也会转移 不管成本是不是会加高 在中国没法提供这个产品 所以从这个进口 实际上表面看好像顺差大了 顺差大了 证明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国内的消费不振 我也看到有很多消费项目 实际上这个增幅都在萎缩 都在甚至是负增长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它进口这个原材料和零部件 也说明这一块有削弱 那么这块你要备料啊什么的 那就说明订单不足 订单不足 那你自然你的这个原材料啊 零部件的进口会削减 所以我看呢 就是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形势 非常严峻应该说 那我们有一位网友 他给我们发来留言 这位朋友是叫仙人长 他说广交会冷冷清清 没有订单 订单都在往印度和越南那里跑了 那确实也有很多网民反应啊 这次广交会上 虽然官方说的是这个人气十足 但是呢老外只占了大概10%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个亚非拉的客户啊 那李恒青先生 由于这个美国刚才 郑旭光先生也提到 美国在技术上封锁中国 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呢 出口又上不去 这个中低端的制造业 现在又纷纷的离开了中国 那您认为这个中国产品结构 对这个今后的出口 有多大的威胁 应该说是确实是很难 你比如像刚才说到了 这个中低端的产品呢 确实是它因为建了生产线 很快呢就可以发展起来 因为技术壁垒很低嘛 培训工人啊也会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这些生产线的转移 那自然呢就会抵消掉了 这个中国出口的这种可能性 它不用到你这儿采购了 另外呢地缘政治各方面的这个限制呢 又使得这个大量的要通过转口的这种方式 刚才旭光已经讲了 我现在想说呢 现在呢中国的主要出口 现在都是集中到了这个RCEP 俄罗斯和一带一路国家 这些国家呢 最后能不能保证中国的这个大量的 这个制造业产品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量 和这个质量 因为你可以不断的降价 但是最后效益非常低也不行 所以能不能做到这儿 我的一个观察呢 就基本上是不可持续 你比如一带一路国家 现在大家都在讲 一带一路国家呢 已经中国已经在这个上头投资啊 就是贷款已经是超过一万亿了 而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债务 已经超过了785亿美元啊 这是美元 所以呢有785亿美元 现在变成了坏账了 现在这个债务变成了坏账了 所以现在这些国家呢 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产品的这种需求 是不是能够有可持续的这种 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现在呢都是要画问号了 所以目前来说呢 很多的做法呢都是 现在叫做什么 就是想 叫做想尽一切的办法 那就是都要去解决 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 抢订单那种做法 所以我想呢 这个持续发展 有战略布局的发展 这个呢 已经现在彻底打破了 所以现在叫做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那言外之意要反过来说呢 实际上呢就是问题呢 从生 大家想都在找出路 但现在能不能找出来 很难说 刚才我说可持续的那部分 你要看当地的那个需求有多少 现在需求在萎缩 这个时候就是你想在出口去 去解决GDP的问题 那我觉得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那曾旭光先生 您怎么看 李恒卿先生提到 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是 东盟还有一带一路 您认为这些 对这些市场的出口 能持续吗 非常确定 我同意红金的看法 不可持续 因为这个东盟的 对东盟出口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这个零部件 这些零部件呢 迟早会在本地化生产 那么就是这一部分 最终也会转移过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帮助东盟搞这个建设 比如建设这个 这个生产的厂房啊 这些 因为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长 搞各种这个工业产区 工业厂区 这也是对中盟出口 增加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是在加速帮助 这个中国的产业转移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 已经在东盟国家 占产业园 建产业园 把这个 在那当地收租金 就是把本国的 本地的这个 帮助本地的这个产业 转移到东盟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中国对于所谓第三世界 这个一带一路国家 甚至像这种 俄罗斯沙特这样的国家 它分两种 一种呢 就是有资源型的 资源型的 不可持续的原因是 我刚才讲了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如果说它 对欧美的出口减少 大幅减少 削减的话 那么它是不需要 那么多资源的 那这个出口会 回头会逆转 另外一个 如果说非资源型的国家 它既没有制造业 也没有资源 那么你对它的这个出口 那么它如果说 我们知道中国还在搞 这个去美元化 因为担心未来 有来自于这个 西方国家的制裁 比如说这个台海危机 那么它在去美元化 去美元化呢 那本币互换 那你手里拿了一大堆 这个非资源国家的这个货币 那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 没有什么流通性 所以就是一个 最后是一个好大喜功 最后不了了之的一个局面 就是总体来讲 这种出口导向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经到了尽头 中国是人口老龄化 就是人口资源 人口优势没有 完了以后呢 这个土地 土地本来就没有优势 那么优势就是污染 污染的成本低 污染成本低 就是环保的成本低 那么其次呢 能源没有优势 能源没有优势 就是这个世界工厂要升级 那么现在升级也被卡住脖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 总体来讲 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雄心 雄心壮志 就像一个雄安的千年大忌一样 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千年大忌 会把中华民族拖向灾难 那请教李恒星先生 这个由于今年的全球的需求 比较疲软 很多中国工厂的这个厂商也表示 他们没有要改进生产线 或者增加投资的想法 那您认为这个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还能持续多久 应该说想保持这个制造业的 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非常的困难 关键呢 我觉得 我其实这个问题 如果要是反过来问 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 如果我们搞清楚的话 可能心中的疑虑就出来了 我呢 其实去过台湾去过几次 我就感觉台湾2300多万人口 但是台湾的那个 以多数呢 这个还是农业人口很多 生产出来的很多的产品 比如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水果啊 或者是这个蜂蜜啊 像这种小产品 基本上都在这个台湾本地啊 就消化掉了 他们也没有说要追求一个 好大喜功的 追求一个要制造业的这种高峰 结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创造了出来像这个台积电啊 这种芯片制造的这个产业基地 这样的这种高端的 这种制造业的这种产品 所以呢 这个目标啊不一样 你要到台湾最像 你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是夜市 到夜市里后 老百姓都能够在那儿有饭吃 有可以寻到乐趣 而且呢生活很平和 所以呢我觉得啊 重要的呢 关键还是这个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目标 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是 以人民为中心啊 就不会是非要逼迫着说 一定要完成多大的GDP的追求 然后呢一定要追求所谓的世界工厂 而追求老百姓的幸福 才是一个政府存在的这个意义 所以呢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他定位就是发展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 将他自己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呢 放在一起 甚至跟秦皇汉武放在一起 所以这就注定了啊 这种走法呢 就很难最后真正改变政府执政的这个理念和目标 所以你想最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想把这个高端的这个制造业最后弄上去 现在就变成了全世界都害怕他 全世界又怕他最后发动战争 所以全世界都害怕他 那自然就就把很多的道路就给他堵死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关键 那我们再看看在美国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的同时呢 德国经济的两大引擎 大众汽车和化工公司巴斯夫正在逆势地扩大在中国的巨额投资 在中国已经拥有40多家工厂的大众汽车宣布 向当地的合作伙伴和生产基地投资几十亿美元 在中国拥有30个生产基地的巴斯夫也要赤资100亿欧元 在中国建设一个新的化工生产基地 那德国在LED产品离合稀土元素等原材料方面 是依赖中国进口的 那郑旭光先生您认为中国能不能通过这个外交努力 来分化美国及其盟国 获得欧盟其他国家出口市场的信任 中国一直在这样做 比如说在空客和波音之间搞均衡 所以中国的航线上空客和波音各占一半 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因为欧洲和美国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低带性 就从过去的历史上看 他们基本上是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 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市场 那么中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平衡 那么现在的中德的贸易 中国已经连续7年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和荷兰 第二第三 那么中国是第一 现在去年的数据是2900亿欧元 那么法国是1000亿欧元 那么法国也看中了中国这个市场 也要和中国来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合作等等 所以这个是中国看到的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从经济上来讲 欧洲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 可以弥补中美脱钩 尤其是高技术脱钩 这一块淡来的空白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次 马克龙总统访问中国和习近平签署的 这个中法联合声明 包括20项合作文件 很多是牵扯到高技术的 航空技术 这个核技术 中间应该是有技术转让 包括科研的合作 法国在采取一种 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国的立场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首先是花花蓝 她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学上经常把投资消费出口 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可是现在中国的国情是 首先是外商投资遇到瓶颈 出口因为美国持续的制裁 也遇到难题 只有依靠消费 特别是内需 因为三年封控14亿人民对封控期间为了得到需要的药品和医疗机构的挤兑 对现今的需求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以自去年开始 宴航储蓄节攀升 实际上是对拉动内需是最大的阻碍 因此三驾马车两驾已经拐了 好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再多念很多这个留言了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卿先生 和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 主持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些讨论的讨论